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送給我生日禮物 送給你生日禮物 也太妙了吧 送給你生日禮物 很柔軟的 好妙喔 送給你生日禮物 送給你生日禮物 你後面就是開了一個窗 他用個頭 睡在窗外 這是你很聰明的 這是你自己的 idea 有看過節目說 後面有閉刀殺的問題 假門就把他給關起來 這樣其實蠻好的 這樣是不是直接隔起來 基本上來說 因為他後方有閉刀切到 避免他睡的位置上被切到的情況下 他可能 我光用這個 比較重的板子遮起來 當然基本上我覺得會有加分跟改善 可是閉刀切到的地方 如果我沒有去打 他還是會有影響 所以現在重點不是只有 後面是窗戶的問題 後面他還有閉刀 所以他外面再放一個 什麼東西就好 對啊 因為避免像受傷 或開刀 或者是各方面的問題 那一般來說 盡量因為是閉刀的關係 所以如果單片 樓層不高 我們可以用凸面鏡 就可以達到化解功能 如果樓層高度比較高的時候 超過比如說十樓 那我們可能盡量用三海針 或潛溫泰衣服 來做宜山倒海 那麼再來做這個 阻隔我覺得會比較好 而且他這裏是內幽外患的耶 他這裏這間就 很瘦 但他裏面有遮 有臉真的 可是觀眾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這個 你如果注意看 他第一個呢 他裏面唯一 馬桶草屋前的 馬桶大概就只有這個 草屋前 代表主人的煩惱 比較多 第二個你們發現 他的廁所差不多在床 接近一半的位置 開始切進來 那一般來說 第一 觀眾朋友可能從中央切進來的時候 對於胸腹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也會產生健康上的一些問題 那不是用簾子就可以稍微化解了 當然他用簾子的話是可以啦 但是長度 我們一般觀眾朋友盡量過你的膝蓋 可是他有過膝蓋啊 長一點點 那第二個因為它是味道的問題 所以最好這個中間 不要開封 不要開口 對 把我們來公布 農曆四月 惡運跟好運 要先聽 來換點 老師你想要先講哪一個 先講不好好了 好啊 農曆四月 許大哥你 我屬猴 沒有你喔 好 第三名 屬猴的朋友 各位朋友如果你生下屬猴的話 在農曆四月份 他是屬於 極凶三百一半一半的一個這個情況 當然他特別要注意什麼 避開爛桃花 比如這個月裡頭 他的桃花比較明顯 那這個在這個時候來說 好的話呢 可以加分加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你過度沉迷在桃花的這種遊戲之中的話 可能會遇到爛桃花 嗯 好 好 第二名的是屬猴的朋友 好 觀眾朋友如果你生下屬老虎的話 這個月呢 好 比較容易有一些是非啦 口舌 我們講舌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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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錯 好像刀子在背後擦著你一樣 那麼這個月最好我們盡量低調 盡量被擦 蛤 不是 要低調啦 就是盡量不跟人家有爭執啊 摩擦啊 鬥嘴啊 甚至 嚴重的這個所謂的 可能口角都是盡量被擦 那人家怎麼說你就是低調墨真 好 再來 您 押韻的是屬猴的朋友 好 觀眾朋友如果女生要屬猴的話 在這個月份裡頭要特別小心 第一個 容易有一些是非口舌 所以我們要盡量小心避免 第二個呢 因為它是形成正衝 嗯 那在民間以後正衝的時候 比較容易有受傷 或開刀 或血光自在的機會 當然也有可能很小的 我在切菜的時候不小心 切刀 但是嚴重的話 觀眾朋友要開車的時候要稍微小心 有點切 對啊 只要血光就是可大可小 對對對 所以 厄運的專項 他不至於呢 數豬數虎數猴的朋友要小心 好 好 接下來 好運生效 第三名的是誰 好 觀眾朋友好運生效 第三名是輸狗的朋友 在誰一個月以後 他的這個運勢上 就算比較沒有 沒有在這個前三名 在比較中後端 所以這一個月份 他開始運勢 大幅跳升 他是跳升最多的一個生效 好 所以這個月 剛好會兩隻狗 我們現在要兩隻狗 我們現在要兩隻狗 我太太 我都是牠 對 那很好 我也高興 那不錯喔 這個月開始他整個心境會開朗開闊 會覺得很棒 太好了不會吵架 不吵架 不吵架 他不會 好 觀眾朋友如果你的生效暑雞的話 在這個月上來說 就會有貴人來幫助你 那麼當然基本上來說 讓你的做事情來說 會比較順遂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在這個月 有新的案子或什麼 要推的話 那麼可以盡量的去 好 好的 第一名好運是誰呢 好緊張喔 希望是你 你下牌 你下牌 如果不是許大哥 我們就牠離開 謝謝 拿牠離開 好 第一名是誰呢 鼠牛的朋友 第一名呢 是鼠牛的朋友 當然我們該提到貴人 貴人其實呢 他是有分 還是有分數的 比如說 如果今天 我們這個許大哥需要幫忙 那麼跟兩位主持人 這個比如說 借款的話 比如說 你可以借他80萬 他可以借他70萬 這個時候就會有明顯的 會有一些差別 但是鼠牛的朋友 因為人運特別強 所以在財運的提升方面來說 會特別的多 甚至會因為你的朋友 在幫你介紹朋友 那麼 這樣你的財運更好 認識到貴人 你自己是怎麼走 那我的剛好沒有在 也沒有在前三年宿舍 在宿舍 好棒 對 曉雯老師借錢是不是 好啦 這是 他 就是 好運外運的 大家注意一下 那今天委託人 雖然沒有在這個 所謂的前三年 或半年裡頭 但是他在 農曆的這個四月分來說 是屬於運勢中上人的神像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一切都會更好 謝謝 一切放寬心 只要放寬心 一切都會非常的好 好運就自然來 謝謝你們 謝謝 祝福你喔 謝謝 謝謝